国庆假期前几天,中国股市突如其来的暴涨,不仅一举打破此前市场哀红遍野的低沉氛围,更吸引了大批新投资者跑步入场,准备在这波股市热潮里大干一场。 这其中,00后90后,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新生主力军。 这些年轻的投资者们,带着对股市的无限憧憬和热情,纷纷投身于这场资本疯狂。 10月8日,开盘后只花了20分钟,护身两市成交额突破1万亿元。 相比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这一时刻,增加了超过2400亿元。 42分钟后,超过2万亿。 下午开盘后,交易额攀高到3万亿元,再创记录。 这意味着,每一个小时,每一分钟,都在创造历史。 当日上证指数最高触及,3674点。 这三五天收复的,不仅仅是三五个月的失地,而是三五年的高点。 可正当市场疯狂的时候,政策层却泼了一盆冷水。 10月8日,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, 发改委提及相关内容,可谓不动声色。 比如,在超长期国债方面。 发改委2025继续发行,超长期特别国债。 目前7000亿的中央预算内投资,已经全部下达。 明年要继续发行,超长期的特别国债,并优化头像,加力支持两重建设。 这意味着,目前没有看出,有超过1万亿的迹象。 同时,金融管理部门,进行窗口指导,严禁银行信贷资金,违规进入股市。 声明强调,银行信贷资金,严禁违规进入股市。 这是商业银行,必须坚持的金融监管红线。 消息公布后,大机构大资金,疯狂出逃。 短期态度,已经转向谨慎。 但有些散户,特别刚入局的新散户, 错把股市当成了提款机,认为指挥涨不会跌。 甚至有很多人还预测,10月9日的A股将更加火爆。 原因之一就是,国庆假期期间,仍有大批新开户账户, 且在10月8日,尚不具备股票交易资格。 10月9日起,这些新股民们,才可以进场。 这只10月9日后,即将进场的新股民,队伍有多庞大呢? 目前官方,尚未公布确切数据, 据某头部券商内部人士透露, 仅他一家,假期期间新开账户,多达近30万。 以此推测,全部券商的假期内,新开户规模, 可能达到数百万户。 因此,很多人以为, 10月9日将迎来A股的全面飘红。 然而,这批新股民入市的第一天, 市场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。 10月9日,股市大跌。 上证指数,全天跌近230点。 跌幅6.62%,收盘于3258点。 A股中有3000多只个股,跌幅超过9%, 上涨个股不到300个。 但成交量,依旧惊人。 不少人进去又出来,出来了又进去。 最终成交量,达到2.9次万亿。 这场下跌起于政策层产生的忧虑, 不得不浇的一盆冷水。 导致股市前一天近乎涨停, 第二天,却近乎跌停。 一个完整的牛市,往往由政策点燃情绪。 情绪点燃资金,资金点燃杠杆。 杠杆放大泡沫。 泡沫引发全民炒股, 引发政策层的恐惧。 然后政策层严监管,杠杆断裂爆仓。 爆仓带来恐慌,然后集体跑路, 随后一地鸡毛。 最后牛市落幕,漫长的熊市来临。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 这个过程,在中国慢则一年,快则几个月。 可是本轮蜂牛,几天,就走完了几个月的流程。 这次政策层,出手降温。 看得出来,本义并不是想遏制牛市, 而是想让蜂牛,向慢牛切换。 但可惜,这似乎又是一场, 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闹剧重演。 在一个缺乏基本面的经济形势下, 人造牛市,就会存在这么一个问题。 国内很多市,都是指挥棒一挥洞, 最终是可以做成的。 但也有些是,影响的维度实在太多, 那就不一定了。 比如楼市股市, 要是指挥棒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, 那就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了。 而大跌之后,官方又有给市场鼓劲的意思。 10月9日,下午一点多, 国新办,央行先后发出通知。 国新办10月12日上午10时, 将举行新闻发布会, 请财政部部长蓝佛安介绍, 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,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。 几乎同一时间, 央行也发出公告, 将和财政部建立联合工作组, 并于近日召开工作组首次正式会议。 据央行公告, 财政部和央行一致认为, 央行国债买卖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, 加强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手段。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, 市场一度翻转, 可惜坚持时间不长。 最后还是, 大幅跳水结束了10月9日的行情。 从央行公告看, 联合财政部成立工作组, 是为了落实央行, 在公开市场中的国债买卖。 央行与财政部, 一个是未来最大的买方, 一个是国债唯一的卖方, 当然要商量一下。 而他们商量的国债买卖, 代表着央行, 印钞方式的重大转变。 它不必然意味着, 接下来就会量化宽松。 但事实上, 为量化宽松铺平了道路, 提供了可能。 改革开放以来, 中国的印钞方式, 经历了三个阶段。 第一个阶段, 是外汇占款, 也就是央行印钞收购贸易顺差, 积累形成了巨额的外汇储备。 这时候, 人民币发行的毛, 是美元等印通货。 第二个阶段, 是混合印钞。 增量货币, 来自两个方面。 一方面, 是外汇占款超发的货币, 通过降准慢慢释放。 另一方面, 通过中期借贷便利等工具。 把廉价资金, 优先给国有大行, 印钞抵押物, 是国内高等级债券。 第三阶段, 是购买国债, 以及未来印钞的毛, 将是国债。 这将大大增加, 基础货币投放直达财政的能力, 可以有效对冲土地财政下跌带来的缺口。 8月央行既买入国债1000亿元, 9月又近买入了2000亿元。 看起来数量不多, 但却极具历史意义。 未来央行买国债的数量, 会不断增加, 慢慢成为印钞主渠道。 而增发国债, 正是市场认为的, 提振经济的, 最关键大招。 自从9月24日, 央行把货币政策交底之后, 现在唯一的权念, 就是财政政策, 将如何发力。 说白了, 就是今年会增发多少国债, 增加多少赤字。 根据10月7日, 瑞银发布的研报, 中国目前需要, 相对快速地实施, 以支出为中心的刺激措施, 规模约为, 1.5万亿至2万亿。 而市场期待推出的财政刺激措施规模, 有2万亿, 直至超过10万亿元, 相当于, 国内生产总值的1.6%至8%。 研报认为, 短期内, 实施1.5万亿至2万亿, 较为温和的一揽子计划, 可能更为合理, 并预计明年, 在先前基准预测的基础上, 还会有2万亿至3万亿的财政扩张。 而此前, 国内经济学家, 则提出了, 更加激进的刺激规模, 有10万亿, 乃至50万亿不等。 在9月21日召开的,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,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员副主任, 刘世锦建议, 通过发行超长期国债为主筹措资金, 在1至2年内, 形成不低于10万亿元的, 经济刺激规模。 以往的重点, 是物质资本投资。 而这次的重点, 应是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为核心的, 人力资本投资。 更激进的是, 中泰首席李俊磊。 他表示, 应对当前的困局, 政府要加杠杆, 并且是中央政府加杠杆。 每年发行5万亿元, 超长期特别国债, 连续发行10年, 总额达到50万亿元。 可以看到, 希望政府加杠杆的呼声, 层出不穷。 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。 但财政规模, 究竟会有多大? 不止一个人想起, 2008年的4万亿。 对比一下, 2008年, 当时为了拯救经济, 搞了4万亿的, 财政刺激计划。 而当时的GDP规模, 也才31万亿人民币。 也就是说, 2008年, 财政刺激规模, 相当于GDP总量的, 12.9%。 目前的GDP规模, 2023年, 是126万亿。 所以, 如果按照, 2008年的刺激力度, 那么财政刺激规模, 可以达到, 16.25万亿。 对比一下, 经济学家们的建议, 似乎也没那么离谱。 那么本周六, 会不会公布增量政策? 如今恐慌情绪蔓延, 人心思抛。 而政策层, 自然不愿意看到, 市场回暖半途而废。 如果股市行情骤然夭折, 更是加重影响整体经济。 对于市场狂热的情绪, 怕让他们不来, 又怕他们乱来, 官方也很矛盾。 如果市场未来两天, 持续降温, 那么周六发布会的干货, 一定会显著增加。 但应该不会, 一口气全都给出。 但财政政策, 究竟能起到多大效果? 仍然存在, 较大的不确定性。 经济能否真的回稳, 居民收入能否平稳增长, 企业活力能否恢复? 市场公平程度能否提升, 能否进一步调节收入机制? 这都是关乎, 国家长远发展的问题。 我们应该认识到, 刺激股市, 是为了激发信心。 而市场信心, 能否有效恢复? 需要的是一个开放公平法治的环境。 特别今天的民营企业, 现在还是在害怕政策的不确定性。 这也需要对市场经济, 金融系统进行深入的改革, 重建市场的预期和信心。 无论外资还是内资都不傻, 他们闻到风声不对, 跑得比谁都快。 没有散户愿意长期持有, 没有资本的持续压住, 基本面业绩没有大的变化。 那么后面, 即便还会有一波行情, 也是持续不了多久的。